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这部纪录片 马祖祖祖台湾的支持 因为我们已经破了纪录片的院线纪录 已经有61家会在首一轮就帮我们 推出这部电影 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来看 然后因为我觉得 马祖的信仰在台湾是最普遍 也是大家最虔诚的 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超越宗教信仰的影响范围 希望它能够传递爱的正能量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信仰的宗教的一个方面 都欢迎大家来看 然后感受一下台湾这边土地上 可爱的人情味 还有暖暖的那种幸福感 其实我可能是比较幸运 在一些在正能功的帮助之下 因为我跟年轻表演员他们家族都很熟 所以我有些时候很好奇 我会问他们一些有关于 妈祖起嫁的一些礼仪啊 风俗以及一些想要知道的 然后他们邀请我第一次去参加起嫁的时候 是在两年前 我被那个场面给震撼到了 然后除了震撼到之外 我还感受到 因为我会观察所有的乡客 一般的一些百姓乡亲们 他们对妈祖的前程 我觉得散发了一种正能量 让我感受到大家的那种 那种善心的一面 所以我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它拍下来当纪录片 然后我就开始收集资料 一开始收集的资料 大部分是新闻的一些资料影片 通常着重在场面 以及那个震撼的一些 一些仪式上面 那我就希望说 能够记录到更深一层的一些 沿途的一些居民 他们的一些心意 还有一些比较小人物的故事 能够传递出 让大家感动的一些讯息 所以我去年就 组织了我的摄影团队去拍摄 拍的过程当中其实蛮辛苦 大家可以看到我纪录片里面 通常我都是遂言行松 而且头发乱七八糟的 因为在妈祖起架的时候 通常都会下雨 因为大家说妈祖是雨水妈 她会带来雨水 让农民能够春耕的时候灌溉 跟农作 所以我常常都是淋得湿答答的 还有就是 为了赶拍半夜绕镜的场面 我通常都没什么睡觉 可是 我自己走完这一片之后 我发现我又成长了 原来我 以为我以前很懂的 我只是外行看热闹 这一次真的是 亲自去感受才知道 后面意义的深远 然后还有 让我重新再感受到 这片土地上可爱的 这种人们的人情味 还有可爱的人心 感谢观看